灵性是什么样子 你们有人看见过没有 就是鬼是什么样子 你们有人看见过没有 我告诉你 在美国密西西州 做过一个调查 说十个美国人当中 就有一个见过 或者感觉到 我想问你们 你们没有见过 但是你们记得 你们能感觉得到 你们美国人有没有做过噩梦 有没有做过噩梦 噩梦 很多人做了 被人家脖子抢呀 压在你身上 鬼压身 这是什么 这就是鬼 台长呢 本来不应该 把这个事情再告诉大家 这个 但是呢 再讲一遍 反正也不怕 现在再来玩气 有一个老先生 他很好的到电台里 上中人 炉台长 我老婆相信一个不能咬 我不相信 但是我怕老婆 我老婆叫我来问问你看 他说家里有鬼 你看 这老先生怎么这么叫唐 我心里啊 已经不开心了 老先生不相信 还是这样 好 慈悲慈悲 一看 眼睛就这么看 看了半天 老先生你家里啊 有两个鬼 哈哈 哈哈哈哈 看了两个鬼 你等下来找我 哈哈哈哈 那 你说要是碰正常人 开心不开心 那我不开心了 那个时候大概修的也不好 不像现在修了 我呢就跟你来个鬼讲了 我说老先生不相信了 你们呢 去晚上找到他 让他伤害 哈哈哈哈 第二天上午十点缺十分 电话来了 那路得了啊 我想起了我想起了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把那个鬼来找我了 压着我的脖子啊 哎呀 后来我拼命的叫了 叫不出来啊 好不容易一下醒过来啊 一叫 他站在我边上 看净净净净黑色的 哈哈哈哈 你们谁想一下看 啊 我告诉你 这个就叫鬼 这个就叫灵性 有时候 人间都有鬼 为什么 这个人是个坏人 他做的事情啊 就像鬼一样 为什么有一句话叫 鬼鬼祟祟啊 偷偷摸摸 见不得人啊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们现在一千多个观众 一千多个今天的观众 你们有几个人没做 做坏事做啊 几个人一生 没有鬼鬼祟祟啊 我看鬼鬼祟祟啊 太多了 很多人啊 我告诉你 做的坏事太多了 所以很多听过打电话 对台长说 啊 如台长啊 那我为什么念经念了这么多 还念不完啊 你做的太多了 也就是说 你现在再来太多了 你靠现在 你是黄不经的 多少孩子跟妈妈吵架 多少孩子有多么的孝顺 多少孩子压得大了 你这么早了 痛苦吗 还有多少人 看着人家好了 心里这个嫉妒啊 你不要嫉妒啊 就像人家的孩子考进大学 你只有好好的努力去学习的 你儿子说 整天都说 哎呀 揍他 哎呀 这孩子 为什么不要让他考进大学 跟我儿子一样 人家考得进 因为人家努力 人家今天 因为人家在念经嘛 你没有念经 你没有努力 你怎么好 你好到哪里去